欢迎总统先生访问中国 并出席中亚合作论坛 第十届部长级会议的开幕式 这是你就任图尼斯总统后首次访华 也是2022年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后 我们再次会面 这次将为中突关系和中亚集体合作 注入新动力 今年是中突建交六十周年 不久前我同你就此复制贺电 六十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 中突双方始终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彼此支持 谱写了发展中国家风雨同舟 守望相助的 生动篇章 新形势下 中方愿同图方一道努力 更续传统友谊 深化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推动中途关系 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当然了 没错 自己决定 你 突然